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外公 因为他很早就过世了 但是当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就常常把我抱到腿上 告诉我外公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 妈妈告诉我外公的名字叫做吴福之 在日志时代他是很有名的书法家 但是当我一天一天地长大 我发现除了我们的亲人外 几乎没有人认识外公 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为台湾做过什么事 他快要被这片土地遗忘了 于是我出发 四处收集资料 试着嫉妒他光辉的过往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 当时的他的练习的那个 甚至有日本老师 嗯 对 犯了觉证像这个 嗯 嗯 以前的爸爸生事 都对着 这样欧阳给他一个人 叫他习习 不要用老师 他有先做得更好 是他的练习的练习的练习 所以現在怎麼好見底 一生之後 已經知道了 泡著什麼 新潤老師 寫得拼 有時候他自己 這三體字都是這樣 他自己自己 自己自己收 自己寫自己幾分 寫得這麼多 台灣書寡家葉辛坦老師 所撰寫的論文中所提到 在日治時期51年中 在台灣地區通過文檢的 書寡家只佔11位 而台積書寡家只有三位 分別為吳福之 贏德群 以及蕭啟忠 可見文檢的困難度極高 他沒有考過文檢 因為他後來放棄 其實是很難的 那你外公其實可以考上 而且是台灣人第一個 其實是 他有一個歷史地位 讓他可以考上 而且是第一個 其實他們都差不多時間開始準備 所以最早考上那個人 就是最厲害的 但蕭先生是從前後七年 他一九三五年 就是開始 那你外公也差不多 一九三五年 差不多 我們是 從他的資料看 他一九三五年開始 全新投入 而且他考 然後他考七年 你外公是一九四五 好像早上兩年 所以那個時間其實是縮動的 他在日本的時候 我媽媽剛好壞我 他叫妳的阿嬤說 他在日本學俗話 我叫他要 那個日本房子 他要蹲著 肚子這麼大 要認識學俗話 好好的認識 他相信他很聰明 因為他是農家子弟嘛 因為他是農家子弟嘛 他以前是說 台孽婦政家嘛 他剛才打的都幾千 所以他都沒學了 所以 國小畢業後 他要科技沒學 然後要怎麼樣 他剛才有一個表哥 或者 葉木 他就跟他跟別人做 做一個 一生的作業會給他穿 他還要用梯片給他載 我他彈業團 用梯片給他載到台中師範的國際 在大門口 他就跟別人說 人家看著說 家醫生的作業會給他 他就跟他照 他排隊一下 給他趕快討論 這是 我聽那個 那個叫阿嬤伯 葉木就是阿嬤 我叫阿嬤伯 他在算說 在那個 另外的工業 修理那種 做船長的運動 我在那裡吃飯 就跟阿嬤伯做的吃飯 他就說我聽 在那裡吃飯 他就跟他一樣 他就說我 他都跟他一樣 我都跟他一樣 我都跟他一樣 封炎中學 那個學校 是他跟一位校長 王菊 他是教主人 兩個去奔跑 因為那個封炎教主 只有女孩子在读 招生人数都不够 女孩子差不多都国小毕业就很好 后来未来说要让那个学校成立下去 还有不要让男孩子 希望进学校的 就没有学校读 所以去奔跑奔走 然后成立了本来丰人家子 变成豐年初中 那时候突然很高兴 就开一个庆祝会 就在我们家里开了 我就是那时候 那次我看见外公喝酒喝得很醉 还很高兴的在那里跳舞唱歌 我只有看过那一年 所以跟他平常严肃的形象差很多 那时候日记时代当然有议议文 那后来光复之后 是不是开始当时政府就开始推行国语嘛 那外公怎么样度过那段时间 我曾经看过他的日记 他每要去讲习 薄薄貌薄什么什么 他很认真的一直背 我跑去割楼看 我看见他以前看的那个红楼 好大本 他都一直看一直看 看来不会的自己查字典什么意义 他就马上在旁边写出来什么意义 什么意思 在字典的地级又查到 他都不拼命了 他就懂得了 他就不拼命了 他就在那里了 他就不能说 他就会这样子 这边的证明 他就像这样子 说 他都不拼命了 他就像这样子 我现在都不拼命了 你会不会的 那边 在中國的派對方, 跟無可如此地均勻一下 我講過了一段時間 在智障的習慣上, 對而不是相似以為 他們非常多, 但才在香港, 和一 nast大同時人 我叫他名字給我去 提到華天刀魚 給人家在那邊 我才給我去 那些是歐大陸別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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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完美的个性 造就他成为一位优秀的书法家 但自律盛严的外公 长久以来的熬夜 造成了他的病因 使他的身体日渐虚弱 他罹患鼻咽癌 在台大医院就医两年 不治身亡 享年41岁 而外公的生平 就像他所书写的这幅出诗表 先帝创业未伴而踪到崩除 一年早逝的他 留下了外婆和孤苦依的十个孩子